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毛等人开辟出来的 陈毅离开红四军后 又很长时间担任江西军 去司令员兼政委 当周恩来向陈毅传达中央 叫他在中央苏区留下来的决定时 陈毅有一句这样的表态 不留我留水 这一代 我陈某人说句话还会有人响应 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陈毅等人被敌人围困在山上的时候 老乡们被敌人驱赶参加围剿 不顾危险 把粮食装在做扁档的竹筒里 扔在山上 为红军送粮食 一个叫陈九妹的妇女把粮食捆在身上 纵身跳下几丈高的悬崖 把粮食送到陈毅等人手中 三是陈毅善于打游击战 周恩来在与陈毅谈话时 对陈毅说 更可贵的是 你有井冈山的斗争经验 有几次反围剿的经验 还是你留下来作用多些 所以 决定你和向英同志 一道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 红军打敌是典型的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皮我打 敌退我追游击战 陈毅是这些作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 深得游击战的精髓 陈毅被留下后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 率领中央苏区军民 克服空前的困难 历经生死 果然 成功地坚持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 人们将他比作难天遗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